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用科技商上面新推出的 Citra VR模拟器玩任天堂3DS的塞尔达传说 就像实体的3DS那样的布局 上面是3D立体效果的游戏画面 下面是游戏辅助信息的副屏 不得不说 这个3D效果在科技商里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3D 比iPhone拍的空间视频放在科技商上面播放要立体的多 完全不会挑角度 大家即便是看我这样的录屏 应该也能感受到游戏画面有着很强的景深 这个Citra VR模拟器今天也是刚刚上线GitHub 大家可以根据我在评论区留的原地址去下载APK 然后用SideQuest或者87VR这个软件 把模拟器安装到科技商的未知来源里打开 至于游戏文件的话 考虑到老任的法律不太强 我视频还要上传到油管 所以具体的游戏文件的下载地址 我就放到咱们的玩家交流社群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群获取 那我们现在自行安装完毕 打开模拟器之后 它在没有启动游戏之前 默认的话就以这样一个2D应用的形式存在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允许 允许这个录音的权限 然后它本身跟着你的系统 就是默认是有中文的 我们点击一下确定 这一步呢 我们最好是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夹 来放置我们到时候 从电脑上下载过来的 这个3DS的游戏文件 那游戏文件夹的名字 你可以随便去取 我这边取的是3DSGames 这样明确一点知道 我这个科技商跟目录里面留的 这个文件夹到底是什么文件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使用池文件夹 它会出现好几个确认框 我们一直点确认就行了 那这里等你点确认完毕之后 它会自己创建三个文件夹 在你刚刚新建的这个3DS文件夹里面 接着我们就进到这个电脑里面 把我们下载好的游戏文件 它的后缀都是3DS的 我们把所有下载好的游戏 可以通通复制到我们刚刚新建好的这个3DSGames 这个文件夹 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在位置来源里面卸载的这个模拟器 它并不会跟随卸载这个游戏文件夹的 你必须要自己手动回到这个根目录里面 去创除这个游戏文件夹 否则它会很占你的这个科技商的内存的 然后我们回到科技商里面重新打开这个模拟器 但是它的首页里面 并没有出现我们刚刚复制好的这些游戏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在右上角可以点击这个文件夹的图标 然后再点一下选择游戏目录 它默认就会选定好我们刚刚选择的这个文件夹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使用池文件夹 再点一下这个允许访问文件夹 你就可以看到首页就刷新出来 我们刚刚放置好的这几个游戏文件 现在你就可以随意点击一个游戏 开始你的特3里面的3DS游戏之旅 然后现在是因为这个模拟器刚上线嘛 还是有很多bug的 第一个bug呢就是它的音频会时常的卡顿 这个卡顿还跟你的游戏的这个卡顿是不一样的 反正就是你的画面是流畅的 它的音频也会卡顿 还有就是这个模拟器的版本 现在是没有这个存档功能的 你进去之后也就是单纯体验一下这个模拟器 在科技商上面的3D效果 不可能让你真正的去线性的去玩玩整个游戏的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模拟器你并不能返回啊 你打开一个游戏之后你必须是通过右手柄的菜单键 整个退出模拟器并不能回到一开始那个菜单界面 选择别的游戏 然后就是在设置方面啊 比如说这个窗口你是可以调整远近和大小的 如果你是在触控平板的模式下打开 它的这个窗口就会偏小 那如果是在远距离这个大窗口呢 它相应的生长出来之后的这个视窗也会大一点 调整距离的话就是你按住扳机键 然后向前推摇杆或者向后拉摇杆就可以让它前后距离的变化 在你没有正式进入游戏之前 它右上角有个设置选项 有很多东西可以是选择设置的 比如说最下面这个VR 它默认是在透视模式下游玩 它下面还有一个黑屏模式啊 就是一个全黑的环境 你可以在那种情况下玩 那种情况下它的性能会好一点 在图形选项方面你可以设置它的分辨率啊 这边我进QuizTool的朋友最高只能开到两倍分辨率 然后QuizTool呢 我现在这个状态是开了三倍再玩 但是也很难搞定 比如我这个怪物猎人4U 刚进去之后啊 完全是一个慢动作的状态 没法玩 我发现这个模拟器目前的状态就是 如果这个游戏的容量比较大 它在这个加载的过程 播片动画的过程都会非常的慢 非常的卡 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到这一点 图形设置里面呢 还有个Deep式的选项 这个就是调整这个3D效果的深度程度 我个人会把它开到60% 它默认是50% 大家也可以把它开到100%试一下 最后是关于游戏手柄的适配问题 我个人有一个国产的有限手柄 直接插到QuizTool的Type-C口 集插集网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没有专门的游戏手柄 也可以直接用QuizTool的这两个VR手柄进行游玩 你也可以在设置里面调整这个键位的设置 大家自己稍微摸索一下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试一下这个全新的VR游戏器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的 陪着VR成熟 LoninVR小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了玩家交流社群或者频道 具体入行方式 我会写在评论区 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